男人点了一份鸡块 可拿到手一数 发现竟然少了三块 这哪里受得了 他立刻向店员讨要说法 很显然 男人并不太相信 一旁的家人也劝他算了 可男人并不想就此罢休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他 消防员很快就接到了报警 当他们赶到现场 发现男人正被挂在了窗口上 有人尝试直接把他拉出来 但立刻遭到了消防员的制止 就在这个时候 男人发现店里的鸡块很充足 这让原本就愤怒的他 更加火冒三丈 队长赶紧上前安抚他的情绪 他们需要尽快将男人给救下来 他们拿来润滑油 涂抹在男人身上 看到这一幕 路人纷纷拿起手机拍起视频 另一边 消防员尝试将男人往里拉 奈何男人过于肥胖 他们携带的润滑油也已经用完了 这一场面赢得众人哄堂大笑 就在这个时候 队长看到旁边有一桶猪油 于是乎 他们挖来猪油 涂抹在男人的屁股上 紧接着他们继续尝试 猪油果然起了效果 男人被顺利拉了下来 然后将他抬上担架 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没想到这个时候 店员突然上来 给男人递了一盒鸡块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第二天 男人来到学校 参加尔子的摔跤比赛 可就在这个时候 对方居然搞起了偷袭 这让男人非常的生气 看到对方洋洋得意的样子 男人直接愤怒地冲了过去 下一秒 紧急中心就接到了报警 当消防员赶到现场 发现又是踏实 他们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此刻男人正被卡在了座椅上 队长建议男人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因为他的脾气真的太暴躁了 消防员拿来电锯 准备将他救出来 围观群众纷纷拿起手机 拍起了视频 当他们尝试将男人拉上来时 没想到裤子竟然被撤开了 此刻的他真想挖个地洞钻进去 好在最后被顺利营救了出来 他也听取了队长的意见 决定抽空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第三天 家里人就陪同他一起去看心理医生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罪鬼跟在他们后面 不停按着喇叭 男人强忍着怒气 事宜让他超过去 可没想对方突然开到他们前面 然后就是一个急刹车 男人急打方向盘 这才躲过一劫 可没想对方迅速跟了上来 手里还拿了一把枪 全家人赶紧低下头 准备靠边停车 没想到对方又把酒瓶丢了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对方一个飘移甩尾 导致汽车直接翻滚了起来 全家人都被这一幕吓坏了 消防员很快赶到事故现场 看到男人向他们走了过来 队长以为又是他闯的祸 男人赶紧解释 这次真的不管我是 这个疯子边开车边挥舞着枪 他的妻子也受了重伤 需要赶紧医治 但是他们需要先抢救这个疯子 其他救护车正在赶来的路上 这让男人感到非常的生气 队长赶紧上前安抚他的情绪 另一边 消防员成功扑灭了火势 他们撬开车门 将疯子给抬了出来 此刻的他脉搏非常微弱 他们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 经过抢救 男人终于脱离了危险 然而另一名队员在车里 并没有发现枪 这让队长感到非常的疑惑 就在消防员准备将他送往医院时 一旁的男人从口袋里掏出手枪 队长发现后已经为时已晚 男人连开四枪 迅速解骨了对方的性命 看到这一幕的妻子和儿子 当场愣在了原地